长期关心学子教育的县议员郑宝秀 新陈江明代表陈伯昌 引荐退休的东华大学教授曾孝明还有他的学生 共同来捐赠康乐国小10台iPad笔电 以及1万元的现金做保护膜 康乐国小校长蒋淑芳还有家长会长陈衍生 也表示感谢善心人士的爱心 新陈江明代表陈伯昌相当关心乡境内学者们的需求 并且引荐退休东华大学教授曾孝明和他的学生 共同来捐赠10台iPad笔电 价值10万元以及1万元的现金作为保护膜 要前往康乐国小来进行捐赠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关系 我们乡内有一个善心的教授 他就有感你这个我们偏乡地方 在谈话时间里面 他说偏乡地方可能在这个电脑手机的资讯 可能比较不足之下 他愿意啊 他说他原本讲说那有台给博昌 有台给你妈妈赞宝秀这样子 看他送给谁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接受 博昌就说当然喜欢 那我们当然最先给我们这个比较便宜这个康乐国小 所以就跟会长讲就是他非常用心送了10台iPad全新的这个笔电 还有另外1万块的给包膜 这个还真的是不容易啦 他也希望借着这个抛砖语域啊 能够让我们这个教学不间断 能够在这个疫情严峻之下 能够加回我们比较偏远的这个小朋友们 这位三星人士也感谢我们议员跟代表的引介 然后让我们这个爱心可以再偏向 我相信这是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对孩子们的教学跟远距 我们这次遇到的这个很多志愿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样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爱心 真的非常感谢议员还有我们的博昌代表 还有我们的家长会会长引进这样子一个三星人士的一个资源 对我们学校来真是及时语 尤其在现在疫情下停课不停学 在线上的教学上的载具的一个即时语的帮助 对我们真的是有大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应该是说感谢议员感谢代表感谢家长会长 更感谢这位三星教授 而且他是为善不欲人知 非常非常感谢他 小朋友我相信拿到这个iPad真的在使用上 以后未来深深有平板这些事情上 真的是最大的注意 看到国家校长蒋淑芳 家长会长陈延生相当感谢先严正宝 和新生先生代表陈博昌的引荐 让上新人生的爱心能够帮助学生们 有新的iPad可以使用 不许让学校的小朋友不再有成像的差距 让数位城市理念能够延续下去 记得久了一期见要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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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